開這個系列的時候,第一個就拿起你 真的嗎? 真的 我是第一個 超開心的 你有沒有試過跟男生出街 第一次出街吃飯的時候發覺 這個女生這麼大吃? 可以嗎? 我拍出來了 你好像吃的不飽 今天好笑吧 一開始見面就知道這個女生這麼大吃 你不要笑到這樣 我只是在說那個包 你在想什麼呢? 我沒有 不可以識識 很正經啊 我們是拍飲食的 麵都好 應該可以的 這個是新系列嗎? 是的,新節目叫你吃什麼大 嗯,那你吃什麼大? 我吃什麼大沒人來 你是嘉賓 那跟我來吧 你吃什麼大的呢? 你吃什麼大的呢? 這個是一個新系列的節目 因為平時拍Dating Vlog的時候 都會有其中一站 一定會坐下來吃一杯東西 今天就嘗試約一些女嘉賓出來 讓她幫我安排行程 看看她是喜歡吃什麼的 而今天我的女嘉賓 我是Milky 你好,我是Milky 對了,你是否一個主席 絕對是 今天我會帶你去我平時吃早餐和午餐的地方 還有我想帶大家去我中學時很喜歡她的地方 好的,那今天的行程 由Milky去發販 Go 那邊,是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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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為什麼要帶你來這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喜歡吃麵包 因為我早餐吃不到粉麵 所以我很喜歡吃麵包和喝咖啡或者奶茶 就是我早餐 不會吃墊粉質的 早餐是 因為麵包就是墊粉質 好嗎? 我喜歡她這間的麵包 因為她的麵包是很鬆軟的 而且叮熱後是很美味的 很鹹 我剛才叫店員幫我們叮熱麵包 Milky的個性我覺得是挺麻辣的 真的嗎? 因為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電視台的 選美節目式的 然後她是一個參賽者 我當時是一個評判的角色 她介紹自己的時候 她已經是說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女生 很大食的 然後就聽到 這個女生很大食 就馬上叮一聲看看 什麼樣子 有多好看 這樣 入開這個系列的時候 第一個就想起你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第一個嗎? 你有看過出其他影片 是不斷吃吃吃? 超開心的 有沒有試過和男女出街 第一次出街吃飯的時候 發覺 這女生這麼大食 可以嗎? 一開始我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對 之後我相處久了 才說 其實一開始 我有點嚇到 我問為什麼 好像吃的不飽 今天很少可 一開始見面就知道 這個女生這麼快吃的 你不要笑到這樣 我只是說那個包 你想什麼呢? 我沒有 不可以識識 我們很正經 拍飲食 我們 麵都好 現在我們第二間來 都是一些 我會形容為 比較麻痹一些 還有很底的餐廳 什麼叫很底? 是 我們是不是不同年代 挺難的 是不是? 因為我買了很多咖哩 它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咖哩汁 我認識了你怎麼說的 你不喜歡 我才會吃 因為 這間就是我 我中學在 嘩,很流 我真的 我真的沒騙你 嘩 在附近 廚房大會堂 那邊 我跳完樓 就會多數 以前小時候 會買外國 你試試這個冬菇 它很油味 這個是營養師介紹的 他說 如果你吃牛腩麵 就不如吃牛筋米 首先米粉會比麵 然後牛筋會比牛腩 但米粉吸不到湯 不是我手算 我很喜歡那些 可粉可以吸到湯 刮湯 你說 這個 這個專業一點就是 刮湯 好少可以刮湯 是在這些地方 通常是吃拉麵 現在嫌棄我帶你吃車仔麵 不是 有多數 有數都不差的 有數都不差的 剛才坐我們對面的哥哥 他說這檔東西 以前不太好吃 他說今天 都是因為以前未開 又很餓 才坐下來吃這間 這麼委屈他 所以現在 鬧鬧地走了 真的嗎 不然沒有機 沒有位置買機 我想說 因為我自小 但是不吃雞鹽 為什麼 我懶得懶 那你剛才不說 我看你吃 我吃不完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吃的人 是可以苦吃的 雞翼尖 吃不完 我不會阻礙你 我會有這麼多餐要寫 加油 是嗎?他有很多 是啊 你猜感受完 早餐來的 為什麼選擇這裡 因為這裡是我中學時代 經常來的地方 平時一放學 就會過來這裡吃東西 甚至回家 或者逛街 都明白的 窮人美食天堂 什麼 為什麼我窮 現在呢 因為我也窮 我還記得那邊那些果汁店 等一下過去看看 是10元以下都有一杯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之前是6元一杯 摩耶拿西 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太久以前了 我的學生年代 你吃什麼多呢 這裏是 我吃那邊有一間藍麵 還有一間 也挺有名的 雪糕店 10元有幾塊 10元還有幾塊 嗯 等你大陸 等你大陸 這個就是 我平時吃開 也不是平時 小時候吃開的 雪糕店 它出名是很多 又便宜又多 都挺好吃的 豆腐 芝麻 椰子 綠茶 蹄子 藍珠果 什麼藍珠果 藍珠果 藍珠果 為什麼叫藍珠果 你問一下阿姐 你問一下 人家很小 人家比你小 阿姐 是不是豆腐味 豆腐味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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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太大膽了 豆腐混椰子 17元5球 豆腐 很高 算 explicitly 你真哦 學生診 我覺得這有點像 它的質感像 雪糕叫做 雪般 他 совет 賣圖給觀眾 它的質感像 很多人肉沒吃過 你還要求剪片同事 你會被剪片同事 讓剪片同事關到了 是我 你有沒有想到剪片同事的感受 心運呢 真的沒時間 餵食世界歡迎你 不說要去東門 對 好像去了大陸 我們進去吧 突然很想吃月色白包 所以我就帶Eric來到這間 因為這間是他寫明回頭客 我不去 很適合 不如我拍你 不需要啊 沒人想看 日本的雞可以大塊一點 雞在哪 我抹開 你怎麼看 抹開才看到雞 這樣 只摸開我吃雞 你吃個包嗎 有幾毛錢的人可以提出這個要求 就這樣說 都OK的 都夠大的 吃吧 原來這個動作的嘴是會很累的 那 摸了一塊雞 摸了一塊雞的情況下 你下世做菜吧 在哪 先摸我 摸了一塊雞的情況下 其實也挺好吃的 是啊 很脆的 不怪你連續吃了幾口 我覺得之前吃過的刮包 是比較乾燥的 這個裡面是肉汁 加上牛油 是好吃的 我想說的刮包 你叫我等15至20分鐘 我可以的 而且還是很夠脆 刮包如果不夠脆 是即時收得平 飽了 很飽 很飽 你叫你現身教練 不要看這個節目 記得 但其他人 希望你喜歡這影片 就可以給個like 多謝你 今天提供了你的胃出來 以及提供了這麼多 你是喜歡去的美食地方 我很開心 Eric找了我過來 吃東西就想起我 下次再去哪裡吃東西 可能下次我有些好東西 介紹給你吃 好啊 期待 期待 好啊 那就下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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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蓋鏡頭 抓住那個拜拜肉 要不要辣 可以的 可以的 小辣 小辣 好啊 我又請Eric吃東西了 其實這個節目 是專門訓那些美女請我吃東西的 唉唷 我撐機 沒有手拿錢包 謝謝 謝謝 你們開了多少年 我也是18歲而已 不要相信她